我認爲人前的一個人真的不知道在學術的時候拿出來炒作 我相信同溫法案的因果重要的意義絕對不僅僅是台灣是亞洲平的 陳彥同溫的人前國情 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讓更多可以相愛的人 他們比起之間的結合受到法律上的 從同溫法案通過到現在其實大家也可以進行判斷 之前可能對於同溫柔是實力誤會或是基於錯誤的事情 可以看到台灣這半年多來其實社會還是一片的相互 媽媽媽媽媽也還是消失 那我們在制度上面保障更多的公司犯人 他們能夠向上一身的求力 那今年遊行在這個時候舉辦我覺得特別的有意義 今年遊行的主題 是所謂能夠助兵 那讓我們這個社會更能夠了解 所謂的游自民的其實跟其他一些的傾向的朋友沒有不一樣 我們基於尊重每個人的人前 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社會當中 彼此合度的相處 然後讓這個社會能夠更加或更明顯 我這位建議說過貨幣大陸 或許他把官司做到他的真實 然後再重新的狀況 因為這一定是我們的憲法 純憲法的憲法價值 那在法律上呢 沒有人藉由法律的求財 然後來提出憲法 所以宣告的憲法價值 我認為人權的一個人真的無法拿在學術的時候拿出來炒作 特別是我們的軍隊 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那數量比較少 然後到達成的所謂在學術上面 政治上面的壓迫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灣社會過去都百年多了 相信其他所有疫情業的差異 還是正常的臉書 其實社會還是正常的臉書 在同婚中把通過一些民主 那些民主 互法的解釋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些法師 所以我們應該 如果你們真心的祝福 這些同事辦公室 他們都直接給他們關卡 那提供法律上面給他們 對付起來很好 就是日本人 其實也很正常的